哈囉大家好我是貓大爺帶著我的貓小爺今天來到台南 我最喜歡的台南 那這個地方呢是台南的海岸路 也就是很多燒烤酒吧的地方 但今天來這邊不是來吃喔 是來體驗一個漢針墓 大家有沒有看到後面這一間叫真宮漢針墓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好這間真宮漢針墓呢 它就開在台南的海岸路上 那海岸路晚上很熱鬧 很多的燒烤店酒吧都在這一帶 離神農街也不遠那個散步街 那這個真宮漢針墓這個是 漢針墓這個是韓國發明的東西 就是透過這個用熱去蒸 讓你大量的流汗 把你身體裡面可能一些毒素廢棄的 一起排放出來 據說真完以後人會很舒服很健康 那這個真完男的變帥女的變美 那漢針墓這個在韓國 據說大概有600年的歷史了 那以前就是皇宮 皇宮貴族才能享受的 那現在在這邊 大家也可以享受到這種高級的享受 而且它除了這個傳統的漢針墓 又結合了很多新式的科技 你看包含恒溫循環 遠紅外線電氣石 喜馬拉雅玫瑰岩磚龜藻尼 等於結合了很多新的科技的方式 讓這個漢針墓更有效 那這個漢針墓就是真宮漢針墓 那現在在台南開了兩間 一間在這個海安路是第一間 另外在安平區也有一間 就是這個真宮 那我們進去看一看囉 我們進來這個室內真宮 那這邊是櫃檯 然後還有為客人準備的水杯 因為這個針會大量的流汗 所以會有每個人的水杯 那進來這邊會換室內拖鞋 然後這裡面有講很多 做漢針墓前要注意的事項 我們來看一看 像女生要先卸妝沐浴 不要上保養品 避免阻塞毛孔 那漢針的時候不要洗頭 因為你洗頭會毛囊擴大 會有一些 吹風可能會感冒 那在蒸之前建議上個洗手間 然後大概蒸40到50分鐘 裡面就像蒸氣室一樣 那這是蒸之前要注意的事情 那蒸之後這邊又有一些 什麼樣的注意事項 我們來看一下 蒸時候不要馬上洗澡洗頭 所以可能休息兩個小時之後 再來洗 因為你的毛孔可能在擴張的狀態 所以不要馬上的淋浴 所以他這個蒸宮也會準備休息室 休息室可以敷面膜 這個是不錯 所以這個地方很舒服 然後這個就是漢針房 這邊就是漢針房 在裡面就可以蒸 那他這個漢針房 他是像榻榻米一樣 是鋪著 躺著或是坐著 那他裡面也有一間是 女生專用的 這間就是女生專用的 雖然很想進去拍 但是不行 這是女生專用 那這邊另外這間就是 男女可以共用 那另外他也有像 置物啦 或者是裡面還有一間 女生專用的休息室 也就是因為你在蒸的時候 可能會很熱 蒸一蒸你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他在外面也有休息區 這邊可以喝個水 或是休息一下 讓身體恢復 所以這個漢針木是韓國非常流行的 以前去 有去韓國玩的 看到像 收爾就有非常多的漢針木 在韓國非常流行 那現在我們不用出國 在台灣一樣可以享受這個漢針木 那在大廳的部分也有一個休息區 這邊有座椅的也有榻榻米的 就是你在蒸的過程還有蒸完的時候 都可以在這邊休息 那女生還有另外一間 女生專屬的休息區 那外面是男女共用 那除了漢針木之外 他們也有跟這個視障按摩師合作 有這個按摩室 所以你可以選擇 你單純是做漢針木 或者是說要加按摩都可以 那這邊牆上也有介紹一下漢針木的歷史 它怎麼由來的 對它是朝鮮王朝和六百多年的歷史 那以前只有皇清貴族才能享受 但是我們現在大家都可以享受 所以大概蒸40到60分鐘 你因為大量出漢 加速血液循環 所以可以把一些不好的 一起跟漢排出來 那他們用了 電氣石的遠紅外線、岩磚這些 可以 還有負離子微量元素 所以蒸起來應該可以變帥變美 好 所以這邊的環境其實也蠻舒服的 我覺得說如果 像下午的時間可以來做個漢針木 那做完這個 晚上還可以在海岸路這邊逛逛街 或是去喝杯酒 都很棒 哈囉 現在剛烤完出來喔 好舒服 你全身好鬆 就是剛剛在這個 這個漢針木裡面 烤 烤的 就是它 其實它的溫度不是非常的高 大概在44度左右 它會讓你慢慢的流汗 而不是一下子突然大量流汗 但是很舒服的 就是會覺得全身很暖 然後這個外面還有一個休息室 它就像三溫暖一樣 你可以 比如說你烤個30分鐘 你可以出來休息 你再進去烤 那這邊休息區 烤完最後出來也要再休息一下 才再離開 因為做這個漢針木呢 你做完之後也不能立刻洗澡 不能立刻出去 因為你的全身的毛孔 可能還是在一個放開的狀況 那時候吹風很容易感冒 所以 在這個做漢針木 比如說你前面不能洗頭 淋雨的時候不要洗頭 因為也是怕這個毛孔發散 然後中間可以來休息 那做完結束以後 一樣可以到外面這個休息 而且他們休息呢 還會準備很多茶點給大家 給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桌子上 這個有他們自己師傅做的銀耳蓮子湯 超讚 然後還有豆干 還有滷蛋 這樣吃是不是 我覺得晚餐都可以不用吃了 但是是說 當你這個做漢針木 可能會流失一些水分 其實它會消耗卡路里 據說大概是 你如果蒸40分鐘 可能可以消耗掉600卡路里 所以會越增越瘦 那這個蒸完之後呢 還有這個小點心可以用 像這個豆干 豆干很香耶 上面還有放一些酸菜 超想吃的 好吃 它這個豆干還溫熱的 有點小辣 很好吃 它上面有一點這個 酸菜 然後它有 泡一點這種 辣 有點小辣 好吃耶 這個不會出外面滷味 點的滷味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 他們自製的銀耳蓮子湯 哇這個養顏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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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而且它是比較涼一點 它不會很冰啦 它是冰冰涼 像是剛做完很熱的這個 我覺得喝一點這個很棒 而且它這裡面料好多喔 感覺非常的養顏美容 感覺非常的養顏美容 所以如果來台南玩 不只是去逛古蹟吃小吃 你現在還可以做漢真木 讓你更健康更漂亮 好 今天介紹漢真木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到台南有機會來試試看 真公漢真木 拜拜 與你無法拍攝